《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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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主的名向大家问安 我是林斌 弟兄姊妹 主内平安 我是梓山 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查 《旧约圣经》智慧书之一的针言 我们查针言的第六章 它有四个重点 在上一课结束之前 我们查了其中的两个 为什么不要随便做担保人 和人要努力做事 千万不要懒惰 我们接着查第三个重点 是针言的六章十二至十九节 先看十二至十五节 针言六章十二至十五节 《无乃的恶徒》 行动就用乖僻的口 用眼传神 用脚示意 用指点画 心中乖僻 常切恶谋 布散纷争 所以灾难必忽然临到他身 他必颈刻败坏 无法可治 《无乃的恶徒》 在救了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 撒旦的人 只为叫年轻人提防他们 经文说他们到处说大话 搬聋是非 又用眼、手和脚 传递暗号 做陷害人的事 这种人心中乖僻 乖僻在原文是复数 表示他们充满各种邪恶的念头 到处去制造纷争 唯恐天下不劣 而他们得到的报应就是 再难会忽然临到他们身上 招致无可挽救的损失 接着的十六至十九节 列出这种恶人会做七件神所恨护的事 针言六章十六至十九节 夜王说所恨护的有六样 连他心所憎护的共有七样 就是高傲的眼、杀方的舌、留无辜人血的手 图谋恶计的心 非跑行恶的脚 吐方言的假见证 并弟兄中捕散纷争的人 先讲六样 再追加一样就变成七样 是希伯来斯歌体财的特色 自为再次用身体不同的器官 包括眼、力、手、心和脚 形容耶和华所恨护的行为 再加上第七样 就是弟兄中捕散纷争了 淺白的说法就是挑拨离间、製造纷争 这种罪在教会时不时都会发生的 所以我们就要特别小心才行 我们看完第四个重点 是经文的二十至三十五节 他再次警告年轻人 不要被淫妇诱惑 先看二十至二十二节 真言六章二十至二十二节 我而要紧守你父亲的戒命 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 要常系在你心上 挂在你项上 你行走他必引导你 你躺我他必保守你 你谁省他必与你谈论 智慧一再叮嘱的年轻人 要紧守父亲的命令和母亲的教导 紧守不单只是听从 还包括遵行 紧记父母的教导是有好处的 任何时候包括你行走 妥饿和瑞省 他都会保守你的心思意念 不会被撒旦引诱的 在旧约时代 以色列人的父母 又赞任将神的戒命传授给儿女 然后一代一代传下去 到了新约时代 司徒仍然强调这一个使命 一起看二书所书的六章一至四节 二书所书六章一至四节 你门作儿女的 要在主女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 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大应许的戒命 你门作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境界 养育他们 基督徒的父母 首先要自己明白主的教训 然后才将主的教导去帮儿女 这样做就不会凭着自己主观的判断 和成见去管教惹儿女的气 至于儿女 正确的心态就是要接纳父母的劝告 这样做就会得到神所应许的福气 记住神的戒命会有什么益处呢? 一起看二十三至到二十六节 深言六章二十三至到二十六节 因为戒命是灯 法则是光 分晦的责备是生命的道 能保你远离恶父 远离爱女恬美的舌头 你心中不要恋慕他的美色 也不要被他眼皮勾引 因为妓女能使人只剩一块饼 淫妇猎取人宝贵的生命 神的戒命是灯 脚前的灯可以照亮我们的人生路 光是指戒命的本质 就正如约翰福音一章九节所讲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只要有光 黑暗就会被驱散 恶父或外女的诱惑 的确是一种黑暗的势力 年轻人如果遵守神的戒命 走在光明之中 就不会堕落在黑暗的深渊 恶父和外女 是当时指淫妇 或者那些不守辅导的已婚女子 现在可以用来形容在社会上 一切勾引人犯罪的陷阱 或者我们一起看 现代中文译本的六章二十六节 怎么说呢? 现代中文译本的针言六章二十六节 你能够用一块面包的代价召来昌忌 但根有夫之苦通奸 要使你丧失一切 凡是被淫妇勾引的人 会有好悲惨的后果 接下来 智慧用人熟悉的因果关系 来强调淫乱必会带来的下场 先看二十七至二十九节 深渊六章二十七至二十九节 人若怀里猜火 衣服岂能不消呢? 人若在火炭上走 脚岂能不烫呢? 亲近淪赦之妻的也是如此 凡哀更他低,不免受罚 成语引火自焚就是这个意思 至于侵犯人家拥有权的 亦都逃不过重重的刑罚 看看三十至三十五节的经文怎么说 深言六章三十至三十五节 财因饥饿偷舌充饥 人不藐视他 若被抓着 他必陪还七倍 必将家中所有的 进都常还 与苦人行淫的便是无知 行者是的 必喪掉生命 他必受相选 必被凌辱 他的羞恥不得逃没 因为人的责恨成了烈怒 报仇的时候缺不留情 甚至负价他都不顾 你需送许多礼物 他也不肯干忧 因为肚饿而去偷野食 为了冲击虽然是不对 重情有可原 不过如果被人抓到 仍然需要以七倍常还 旧约律法明明规定 凡是偷舌的最多常还五倍 在这里要还七倍那麽多 表示要将自己所拥有一切 来陪陪 很厉害 但透视已经有这麽严重的后果 何况犯奸淫 当然会罚得更重 按照犹太人的规矩 和有夫之妇行淫 奸夫会受到人家丈夫种种的灵欲 在贼恨烈怒底下 甚至可以将他浸死 我记得雅歌八章六节的经文说 贼恨如阴间之残忍 难怪智慧说行淫的人是无知 因为他们完全五顾地做 会带来极之严重的后果 智慧的教导是 小偷可以透过赔偿 来解决不恰当的行为 至于行淫或者通奸 因为淫妇的丈夫 不会接受任何方式的赔偿 和任何贵重的礼物 他们会坚决拿奸夫的命 绝不留情 难怪经文的三十二至三十四节说 与苦人行淫的便是无知 行者是的必丧掉生命 他必受伤选必被凌辱 他的羞恥不得涂抹 因为人的质恨成了烈怒 报仇的时候决不留情 我们查完第六章的经文 在下一集 我们会开始查第七章 弟兄姊妹,下集再见 再见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林彬 弟兄姊妹,大家好,我是芷珊 今集会开始查针言的第七章 我们会把它分成三段 第一段是一至到五节 提到人如果喜爱自慰 就不会做出越轨的事 针言七章一至到五节 我而你要遵守我的言语 将我的命令传记在心 遵守我的命令就得传活 保守我的法则 好像保守眼中的同仁 是在你指头上 刻在你心板上 对智慧说 你是我的姐妹 称呼聪明为你的亲人 他就保你远离淫妇 远离说甜味话的爱女 智慧继续劝解年轻人 要将他的说话记在心里头 就好像珍惜自己双眼的同仁一样 同仁或者同孔 即是我们的眼珠 你说是多么宝贵 是啊 还要将智慧 当作至亲的人看待 时常去请教 这样做就可以避免不轨的行为 不会引火自焚 第二段的经文是六至到二十三节 他再次指出任父怎样诱惑人 首先看六至到十二节 针言七章六至到十二节 我曾在我房屋的窗户来 从我窗邻之间往外观看 见如蒙人来 少年人中 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 从街上经过 走近淫妇的汉口 直往通他家的路去 在黄昏或晚上 或半夜或黑暗之中 看那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 是妓女的打扮 有鬼诈的心事 这妇人圈阳不守若促 在家里停不住脚 有时在街市上 有时在欢阔处 或在各汉口遵服 古时的窗是没有玻璃的 只有几条直的木条 就是这里所说的窗邻 窗邻在一间屋比较高的地方 高居林下可以看到街外边发生什么事 有一个愚蒙无知的少年人 走向淫妇的家门口 有一个好像妓女打扮的女人 出来迎接他 愚蒙在英文圣经的翻译是 simple 表示思想简单 做事没有周长的考虑 无知在英文圣经的翻译是 Lact Judgment 即是指欠缺分辨是非的能力 容易被人诱惑 容易上当 这个少年人 趁着傍晚天黑的时候 走去放纵情欲的女人家 趁天黑是不想被人见到吧 只可惜她们的所作所为 都被人看得一清二楚 这个女人 除了有妓女那种妖艳的打扮之外 还有勾引人的邪念 她不守本分 喜欢去人多的地方 大声圈阳 招摇过市 至于她如何诱惑过少年人呢 我们一起看十三至二十节 真言七章十三至二十节 拉住那少年人 与他亲嘴 念无羞耻 对他说 平安祭在我借女 今日才还了我所许的缘 因此我出来迎接你 狠切求见你的面 恰巧遇见了你 我已经用瘦花坦子 和埃及善绩的花纹布 铺了我的床 我又用抹药 沉香 桂皮 分了我的塔 你来 我们可以饱享爱情 直到早晨 我们可以彼此亲爱欢乐 因为我丈夫不在家 出门行远路 他手拿银囊 必到月望财回家 这个淫妇首先用亲密的动作 去接近那个无知的少年人 他为什么会提起平安祭呢 根据利美记第七章的规定 平安祭是为了感恩而献的 生出是一只牛或者一只羊 为了还愿而献的平安祭 献祭的肉要在一至两日之间就吃完 这么大份的肉 一个人根本就不可能吃得完 必须要和人分享 我怀疑这个女人在说大话 见平安祭只不过是一个藉口 听起来还以为他很虔诚 他有一天见到个少年人 就说恰巧遇见 而且不是刻意安排 其实他是很想见他 这个淫妇继续说 他已经把睡房布置好 有名贵的皮铺 加上贵重的香料 保证他们可以尽情欢乐 淫妇担心个少年人 还是不放心 所以安慰他这样说 他的丈夫出了门 大足够的钱要等到月望 即是月圆的时候才会回来 个少年人听了之后 会有什么反应呢 一起看二十一至二十三节 申言七章二十一至二十三节 淫妇用许多考言有他随从 用恬美的嘴逼他同行 少年人立刻跟随他 好将牛往宰杀之地 又将愚昧人带锁链去受刑罚 直等箭穿他的肝 如同着了急入网罗 却不知是至丧己命 听了淫妇的甜言物语 这个无知的少年人 终于上当 就好像一只牛被拖去逃放 一个笨人带着僵尿去受刑罚 动物被猎人的箭射中心脏 小鸟跌到网罗里面 即是死到一条悲惨收场 我们看二十四至二十七节 是这一章智慧之言的结语 真言七章二十四至二十七节 宗旨我现在要听从我 留心听我口中的话 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 不要入他的迷途 因为被他伤害 扑倒的不少 被他杀陆的而且甚多 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 下到死亡之功 智慧再三提醒 要好好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 千万不要被淫荡的说话迷惑 胡理胡逃去送死 曾经受害的人不计其数 千万不要传着僥倖的心 以为其他人不幸 自己不会有事的 年轻人因为入世未深 所以智慧不厌其烦 花了七章的经文去劝戒他们 也一定要敬畏神 谨守神的戒命 听父母的教训 远离恶事 尤其是要避免方中情欲的事 智慧勸勉的目标 虽然是年轻人 其实 无论任何年纪的人 都应该要听 亦都要谨记 好 我们开始查针言的第八章 他被认为是赞美智慧 达到最高潮的一章针言 我们会将它分成四段 第一段是一至到五节 针言八章一至到五节 智慧喜不呼叫 聪明喜不发声 他在道旁高处的顶上 在十字路口暂立 在城门旁 在城门口 在城门洞大声说 众人啊 我呼叫你们 我向世人发声说 愚梦人啊 你们要会误灵明 愚梅人啊 你们当心里明白 智慧在高处的顶上 十字路口 城门旁 城门口 和城门洞 发出呼唤 叫人听他的份悔 高处的顶上 是指路边的山江 十字路口 是交通要道 城门旁 城门口 和城门洞 是古时的人 喜欢聚集的地方 智慧在这些地方呼喊 是要每一个人都听得见 智慧呼喊的对象 包括众人 世人 愚梦人 和愚梅人 表示他很公道 不偏待任何人的 众人在旧约希伯来原文 是只有地位的人 西人是普通的人 愚梦人是思想简单 只顾眼前享受的人 而愚梅人就是那些頑固的人 经文说 如果愚梦人和愚梅人 肯接受智慧的话 那就会变得有机智有见识了 好 今集的《茶经》就停在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再见 大家再见 弟兄姊妹,大家好 我是林彬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我是芷珊 我们继续查《旧约圣经》的针言 在上一集 我们查了针言的第八章 一至五节 它是这一章的引言 智慧呼吁人要听它的份辉 今集 我们会查这一章的第二段经文 由第六至到二十一节 它对智慧之言有很精辟的介绍 先看六至八节 《真言八章》六至八节 你们当听,因我要说极美的话 我将嘴要论正直的事 我的口要发出真理 我的嘴争惡邪恶 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 并无弯曲乖 当见到你们当听的时候 会不会联想起启示录第二和第三章 对七间教会所讲的说话呢? 一起看启示录二章二十九节 启示录二章二十九节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义的就应当听 智慧说的是极美的话 谈论的是正直的事 比较浅白的意思是 智慧所说的全部都是正确和合议的说话 没错啊 还包括发出真理和憎恶邪恶 发出在旧约希伯来原文 有心思熟虑的意思 即是说 智慧所说的不是随便说 而是经过思考 经得起考验的真理 智慧亦都说 他憎恶邪恶 什么是邪恶的事呢? 嗯 例如说 不公平 不公义 不真实 甚至出坏主意去陷害人 智慧说 这些事他连提都不想提 他所说的只是公义 并没有歪曲、虚偽的事 至于什么人是有智慧的呢? 一起看九和十节 真言八章九和十节 有聪明的以为明显 得知识的以为正直 你们当受我的教训 不受白银 令得知识 胜过黄金 有聪明的是只有见识的人 而得见识的是指一些通达的人 如果要他们在智慧的教训 和白银、黄金之间做一个选择 他们一定会选智慧的教训 理由写在第十一节 真言八章十一节 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 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 智慧的价值比珍宝更加可贵 地上的财宝虽然是好 但是如果得到智慧 就得到永生的福气 人再不受肉身死亡的限制 不是更有价值吗? 没错了 如果用智慧来预表耶稣基督 即是说祂比地上的一切更美 有了主就有永远的生命 接着下来的三节经文 对智慧的特性有综合的描写 真言八章十二至十四节 我智慧以灵明为居所 又尋得知识和谋略 经威耶和华在乎恨惚邪恶 哪骄傲、狂妄并恶度 以及乖谋的口 都为我所恨惚 我有谋略和真知识 我乃聪明、我有能力 智慧的特性包括 灵明有真知识和谋略 灵明表示有作出正确判断 和明智选择的能力 智慧和谋略是创建 和有动识力的意思 这些特性 借根于敬畏耶和华 智慧也恨惚邪恶 包括有骄傲、狂妄、霸道和乖谋 这些是熟世的小聪明 容易被人误会 甚至令人偏离正路 智慧重申 遵从智慧的人 会有谋略、真知识、聪明和能力 接下来 我们会看到智慧带给人的福气 一起看针言八章十五至二十一节 针言八章十五至二十一节 帝王借我座国位 君王借我定公平 王子和首领 世上一切的审判官 都是借我掌权 爱我的我也爱他 狠切尋求我的必尋得见 丰富尊荣在我 恒久的才并公义也在我 我的果实胜过黄金 强如征金 我的出产超乎高银 我在公义的道上走 在公平的路中行 使爱我的承受货财 并充满他们的苦苦 整段经文的我 都是代表智慧 而智慧就是指 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 世上一切掌权的领袖 他们的权柄都是由神而来 就好像罗马书的十三章一节所说 在上有权柄的 人人当顺服他 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 凡掌权的 都是神所命的 智慧也将福气带给一般的人 包括得到神所赐的爱和福气 指引人行正确的人生路 使人有充满和知足的财富等等 使他们一无所缺 接着我们会看第三段的经文 由二十二到三十一节 他指出智慧由神创造万物的时候 就已经与神同在 先看二十二到二十六节 深言八章二十二至二十六节 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 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 就有了我 从耿古 从太初 未有世界以前 我已被立 没有深渊 没有大水的泉源 我已生出 大山未曾奠定 小山未有之先 我已生出 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 并世上的土质 我已生出 在耶和华创造万物以先 智慧已存在 这一点用来预表耶稣基督 的确是很恰当 约翰福音的一章一节 和这段经文互相呼应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经文提到 从耿古 从太初 未有世界以前 智慧已被立 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高纳是被高抹的意思 在旧约时代 君王 祭司和先知 通常要经过高纳的仪式 才可以上任 至于耶稣基督 他身兼这三种职份 是神赋予的受高者 基督是希腊文 他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 尼塞亚 而尼塞亚 就是受高者的意思 这段经文 除了我已被立之外 还有四次提到我已生出 林彬 可不可以请你解释一下呢 他强调 无论神的创造去到哪一步 智慧都存在 并且参与神创造的时工 好 接着看二十七至三十一节 针研八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 他立高天 我在那里 他在冤面的周围 画出圆圈 上时穷仓坚硬 下时渊源稳固 为仓海定出界限 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 立定大地的根基 那时 我在他那里为公司 日日为他所喜爱 常常在他面前勇躍 勇躍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 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 他是指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画出圆圈和定出界限 是同一个意思 在旧约的其他书卷 都有类似的描写 我们一起看二塞亚书的四十章二十二节的上半节 和约白记的二十六章七节 二塞亚书四十章二十二节的上半节 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 地上的居民好象蝗虫 约白记二十六章七节 神将北极铺在空中 将大地原在虚空 当神创造宇宙穷仓 大地海洋的时候 智慧已经与神同在 他不单止与神同在 更加积极参与神创造的工作 和踊跃参与神为世人所创造的世界 喜欢与世人同在 这段经文描述智慧和神之间 在创造的关系 亦反映出他在地上和世人的关系 使智慧成为神同世人之间的中宝 即是耶稣基督 这段经文有几个特别的描写 很想和大家分享下 包括 不过窮仓坚硬 渊源稳固 沧海界限 立定根基 天上的云轻飘飘 软绵绵 神用距离都控制雨水 水包在云里面 除非要下雨 否则云不会破裂 是不是很坚硬呢 引用同一个道理 神将全员安置在地底 使祂不会泛滥 神为沧海定界 使海水 不会淹没大地 神亦都为大地立定根基 使人有安定的生活 这一切智慧都有参与 现代中文亦将公司 翻译成为工程师 今集的《茶经》就停在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再见 逢基督的名向大家文安 我是林彬 弟兄姊妹 主女平安 我是芷珊 我们在查针研的第八章 剩下最后五节的经文 是这一章书的结语 真言八章三十二至三十六节 宗旨若 现在要听从我 因为紧守我道的 便为有福 要听教训 就得智慧 不可弃绝 听从我 日日在我门口仰望 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 那人便为有福 因为尋得我的 就尋得生命 也必蒙耀和华的恩惠 得罪我的 却害了自己的性命 恨护我的 都喜爱死亡 智慧继续勸勉这年轻人 现在 即是由现在开始 就要听从他的教训 智慧继续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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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续勸 作出保证 每日守候在他门口 要得到学习机会的人 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不单止得到智慧 也都会得到生命 至于恨护智慧的人 结局就是死亡 正如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所说 人有了神的儿子 就有生命 没有神的儿子 就没有生命 在《查概论》的时候 跟大家说过 第一至第九章 是这卷书的引言 现在我们开始查第九章 作为这段引言的总结 它提到两个言席 一个是智慧所摆设的言席 而另一个就是愚昧的婦人 所摆设的言席 在《旧约希伯来》原文 智慧是阴性 所以有圣经学者 将这两个言席 讲成为智慧婦人的言席 和愚昧婦人的言席 将两个完全不同性质的言席 摆在人的面前 如果小心点去选 应该不会选错的 我们先看智慧所摆的言席 是经文的一至六节 《真言九章》一至六节 智慧建造房屋 作成七根柱子 宰杀生畜 调和知酒 摆设言席 打发士女出去 自己在城中至高处呼叫 说 谁是愚蒙人 可以转到这里来 又对那无知的人说 你们来 吃我的饼 喝我调和的酒 你们愚蒙人 要舍弃如蒙就得传活 并要走光明的道 智慧所建的屋 有七根柱子 古时的屋越大 就需要更多的柱来支撑 七在圣经里表示完全 所以七根柱是表示有很多 也有完全的意思 智慧在这屋 还预备丰富的盐席 他忙于宰杀生畜 调教美酒 做饼 还打发士女出去 请人回来赴宴 而智慧就去到城最高的地方呼喊 他邀请的对象是 愚蒙人和无知的人 智慧的行动使人联想起耶稣基督 他为人类预备救恩 拯救所有相信他的人 所以用智慧预表耶稣基督 是非常恰当 这个共有爱心的举动 使我不其然想起 《马鹤福音》二章十七节的经文 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 康见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我来本不是照异人 乃是照罪人 一个人如果肯谦卑 承认自己走着歪路 愿意回头悔改去参加智慧的宴謝 就会蒙受智慧 愚蒙人所缺少的是 见识和周全的思想 如果他们变得有见识 就不会继续无知 结果就正如经文所说 得全活走光明的道 我们继续看七至到九节 《真言九章》七至到九节 《指斥舍万人的必受辱骂》 《责备恶人的必被颠污》 不要责备舍万人 恐怕他恨你 要责备智慧人 他必爱你 教导智慧人 他就越发有智慧 指示异人 他就增长学问 《责备恶人》是指那些 心高气傲、自以为意的恶人 他们不接受善意的批评 反而辱骂他们 至于智慧人就刚好相反 他们是义人有受教的心 愿意谦卑地接受人家的指证 还会感激他们 智慧人和义人 因为愿意接受教导和指证 结果变得更加有智慧 更加有学问 这个实在是很好的提醒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盲点 如果乐意接受神 或者属神的人 善意的劝告和指证 就会成为一个有真智慧的人 继续看10至12节 他重复这卷书的主题 《七明九章》10至12节 经威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认识智圣者便是聪明 你借着我日子必增多 年岁也必加添 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 你若涉慢就必独自担当 第10节是整卷针营的主要经节 和前面的一章七节互相呼应 开端是指最主要的原则 如果要做一个有真正智慧的人 就必须要精威耶和华 好好的认识智圣者 认识在希伯来原文是指 身心灵完全与神契合 这样做才会得到神所赐的智慧 智圣者是指耶和华神 特别强调祂完全的圣结 神要求敬拜祂的人首先要自结 才能够接近祂 这里再次提到智慧会延连益寿 有真正智慧的人是不会做一些对自己无益的事 不会随便伤害自己的身体 更加不会放纵情欲 当然就会长手 至于涉慢人就刚好相反 他们娇中抗傲拒绝智慧的劝告 受亏损的最终都是自己 林彬,在第九章的经文 好像还提到另外一个言识 没错,是十三至十八节 斟言九章十三至十八节 愚昧的妇人圈扬 她是如蒙,一无所知 她坐在自己的家门口 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上 呼叫过路的,就是直行其道的人 说,谁是如蒙人,可以转到借里来 又对那无知的人说 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 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那里 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 今次摆设言直的是愚昧的妇人 她喜欢圈养,即是缺乏教养,行为任当 也都如蒙和无知 坐在家门口,同坐在城中高处的座位 为的是惹人注目 前面的经文都提过 愚昧的妇人就好像淫妇一样 去勾人,经过她门口的人 智慧曾经劝告那些年轻人 要远远避开他们住处 透来的水是甜的,偷吃的饼是好的 在正经人的眼中,这些行为是羞耻和淫乱 所说的,无论是偷情或是其他罪恶的事 上当的人会变成阴魂落到阴间 结局是永远的灭亡 这一章的经文提到智慧人的燃迹 和愚昧人的燃迹 中间插了一个宣告 就是经威耶和华和认识自圣者 凡是经威神愿以谦卑接受邀请 去出席智慧燃迹的人 就会得到智慧的赐福 相反,骄纵狂过的人 去参加愚昧婦人的燃迹 结果会继续无知,直到灭亡 但愿和我们一起查经的弟兄姊妹 都选择智慧的燃迹 同走智慧的道路 好,这课的查经就停在这里 我们下一课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